好, 來, 來 沒有華麗奪目的裝修 沒有富麗堂皇的氣派 吃客實居其九都是街坊 搭桌上色 吃個感覺, 喜歡沒有裝修 我喜歡這種風味 總之舊就可以了 吃碟頭飯也可以 吃小菜也可以, 最重要就是地道 有些是住家式的溫暖的感覺 飯店五、六十年代在香港 開成行成市 今天數目越縮越少 平民不高貴, 貼地不高檔 因為當初飯店 肩負了一個功能性的任務 最重要是吃飯 飯店是獨菇一味, 賣飯 賣飯 沒有其他東西? 其他, 其他誰吃得起 好, 骨頭鋼肉 太好了… 這間開了二十年的飯店 晚餐幾乎坐滿顧客 地方幾百呎 桌子的數目只有七、八張 旁邊桌子說什麼 聽得日清二楚 你嫌吵?他們不知道多喜歡 香港比較迫潔, 但很親切 我很喜歡旁邊在這裡吵 我們又在這裡吵 就像我現在這樣 不用居住 門面熱鬧 也及不上熱廚房的高溫 飯店是舊式食肆 當然就是以傳統粵菜掛稅 在飯店是要做一點傳統菜 人們才會覺得開心 因為傳統菜吃極不厭 你現在做的是什麼傳統菜? 這是芋頭鋼肉 因為芋頭也好吃 而且蒸到豬肉很軟, 很軟 這個芋頭鋼肉一定是用砵仔 才能出現味覺和感覺視覺 在飯店裡, 小炒也很重要 是要廣球鑊氣的 就是憑這些看起來普通 但正正是傳統的古老菜式 才可以俘虜食客的胃 吃到一些好吃和傳統的味道 這些味道是以前老人家做到的 但一走流一小碗就做不到 是, 所以多吃多少碗飯? 你看, 我一碗飯 真的很難吃 這個就是金錢雞 這個是奴腳包 你看這裡的訂單 全部都是金錢雞的奴腳包 這裡寫著金錢雞 這個死有鴨的, 和鴨腳包 這裡幾乎都吃得全 resignation 色澤鮮艷, 火候十足 油光閃閃 肥腰的油為羞肉的肝鞋補水 重口味, 不過夠風味 這些逐漸消失的味道 就是來自這間開業55年的飯店 飯店被人聽到是老式的食肆 做懷舊菜, 人們有個聯想 菜式不能偷雞 我舉個例子, 像你做的金錢雞 冰肉要醃一個星期 但因為要張咒或人客要求太多 你就將時間熟短 做出來的效果就不是那種 金錢雞是否有很多功夫呢? 是, 原來冰肉也處理過 冰肉是肥豬肉 以後糖醃過就沒那麼肥膩 肉眼要切過, 要醃過, 要剪完 用什麼醃? 醃過叉燒醬料 雞肝一般處理, 醃過醬料 一時間左右就可以用了 剪一塊薑, 做肥肉, 再剪一塊薑 快肉眼, 雞丸, 再加一塊薑 我看你每一道都配薑 對, 還加一塊薑 有時候撇了一口雞丸的味道 沒那麼腥味 薑就用紫薑, 別用老薑 起碼不會起渣, 用紫薑就不會起渣 除了金錢雞之外 還有一道懷舊菜 也是用燒味做的, 就是鴨腳包 強哥, 開始包了 有鴨腸, 雞丸, 芙頭 是 火腿, 燒肉, 叉燒 是 有生鵝腸的包, 三、四條 有, 紮密一點, 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為什麼用鵝腸又不用雞腸或鴨腸呢 用鵝腸比較硬一點 沒有用於糰, 用雞腸、鴨腸用於糰 事前要怎麼處理過的? 處理就是洗乾淨 給鹽、生粉洗過 洗過就給叉燒醬、醬料醃過 要醃一整天的時間 是, 所以現在沒什麼師傅做了, 是嗎? 對, 現在很少人做了 因為工夫多? 是 放進燒爐三十分鐘 這次的鴨腸包已經燒好了 顏色亮亮亮, 很漂亮 強哥, 為什麼叫金錢雞, 這裡沒有雞? 傳說, 聽人家這麼說 一看就像串串的金錢雞 這種甘香的味道, 請惡指數極高 不過無論如何吃它落土 膽固醇, 稍後再算數 如果我不是來這裡吃過金錢雞 真的不知道什麼叫金錢雞 它的甘香和製造 其實你吃到, 師傅有些心思 有些心機在這裡 吃完之後, 你的口會回針 你幫我上去多久了? 20年起碼了 但每次來都會點這個? 是 這晚七、八點 飯店的門口堆滿食客 排隊的時間半小時起跳 等久一點也不要緊 是嗎? 可以… 繼續等也不要緊? 一定要吃到? 當然 老闆特別買來不少的飲料慰勞 你有沒有餅吃?拿餅給你 拿… 你拿一瓶水喝吧 是, 謝謝 你拿一瓶水喝吧 來, 拿水? 不要客氣… 謝謝… 謝謝… 飯店逼滿了新枝舊魚 因為很快正式關門結業 時代邊, 光景轉 老飯店結業似乎不是新鮮的事 很多軟硬件都比較落後了, 退化了 因為上次裝修也說十多年前 有些東西都壞了, 有些東西會變 我覺得是不是一個時候要撿一撿呢 謝謝…照顧不夠 謝謝, 你好 你好… 等了很久,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大家覺得這些味道 好吃…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接著可能不能吃了 不是, 它轉型而已 不是, 讓你驚喜吧 飯店的日常風景 隨著結業, 不會再見 金錢雞這些燒味 也由舌尖上的味道 變成老口中的回憶 由美味變成回味 珍惜我們這群廚師做飲食 而且尊重我們這群廚師 大家吃得開心 我們這群廚師做得開心 發揮有期